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现在来抽选今天的MC3的话题了 鬼祝 最爱 举例 样子 你们说1就1啊 凭什么1啊 凭什么 给我一个例哟 没有1的话很明显 如果今天深入三日的深入光源 肯定就是五进旋转啊 对吧 天呐 这个stop太狠了吧 你们想选几 1 那就选1吧 1的声音最大 哎呦 学的好快哦 哈哈 觉得SH48 Team S中哪些成员最爱做鬼畜的事情 举例说明 比较 为什么 小咖秀 小咖秀啊 小咖秀使我成长 对对对 然后还使你弱智 每天呢 每天呢 他每一笑都可以 没有说到智商这个问题我真的特别感叹 就是我今天居然能够记住光源 哦 那不是应该的吗 我已经一个月没来上班了 我以为我会扣死王叔叔 你知道吗 现在一笑又特别鬼畜 为什么 是吗 因为很智障的鬼畜那种 啊 啊 你干嘛呀 那张嘉宇呢 从张嘉宇那也先开始 为什么说 我们对中谁最鬼畜 好惨哦 张嘉宇的笑 我们刚刚讨论了鬼畜 我就问他 我刚刚他鬼畜的事是什么事 他就说很魔性的事 我说比如呢 他说不知道 然后你就问他了 就比如说笑声啊 笑声 对张嘉宇是吧 是吧 刚刚说到那个 让张嘉宇回答的时候 我就想 嘿嘿嘿 嘿嘿 就特别有一种 二水的笑很鬼畜吧 就是往回收 往回吸气的那种 真的就是 不是一般人的魔法 有一种在呛水的感觉 我觉得我刚刚学的挺像的 对啊是很像 那九九呢 我 啊 对 我觉得 反正肯定不是我 至于是谁呢 我也不知道 不是说的谁最鬼畜 是说鬼畜的事 什么呀 什么叫鬼畜 最爱做鬼畜的事 最爱做鬼畜的事 最爱问的是哪些成员 我跟你们不熟 不知道你们谁 谁爱做鬼畜的事情 呦 王嘉宁 又装高了 不熟 不熟 我要做一个完美偶像 不做鬼畜的事 怎么缺羞论 你就开始不要脸 不是啊完美偶像就是没有表情吗 你笑一个 你会笑吗 你会睁开眼睛吗 你会睁开眼睛笑吗 笑一个 跟你讲人笑起来是有眼睛 笑一个给你加工资 加吧 快点笑一个 睁开眼睛 你给我工资 先钱闲到手 完美偶像就是笑起来没有眼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们这样定义也是可以的 就专属于我是吧 对 那七天一呢问问呢 哎呦 想不出来 就是鬼畜的事是什么事啊 就是 呃 什么啊 你继续说 继续说 就是鬼畜的事是什么事 有人举个例子吗 鬼畜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就下面人现在就特别鬼畜 我就是 哎呦 我就是不是特别理解 这个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就是 对我也是 就是说 你看到柔软的衣服 就想 就是 柔软的睡衣 想要去吃他 想要去吃他 就是鬼畜的事情 对就是张玉文挂在那个 他衣柜的睡衣 然后我走进他们 打开那个衣橱 也开始咬他的衣服 哦 让你现在牙怎么这么大 就不然为什么 每次你一看到那种柔软 这种柔软衣服就跟打兴奋剂一样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 没了 那你呢 我觉得 鬼畜 也是我吧 为什么 狂野 我发现我就是 就是 看见谁我都想问一句 我美吗 我就是 这应该是鬼畜吧 不是 狂野状态下来 我自己编出来的鬼畜 下巴就很鬼畜 对啊你的下巴 哈哈哈 狂野状态下 冉然特别鬼畜 对 冉然跳 冉然跳抱抱的时候 跳抱抱的时候 我特别鬼畜 狂野吗 棒棒 不狂野吗 还有冉然在梦想岛的时候 对 哪里狂野了 那上半身扭子都掉下来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有的时候我跟冉然在房间里做那个平板支撑 然后说做多长时间 他说 30秒吧 40秒还是50秒 然后有一次我们要做60秒 然后做到 多长 做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说我不行了 嗯 我不行了 谁做不是这样啊 真的 就是特别发出特别男人的声音 内心 藏着一个小男生的 改天我来这儿做一个 哦 现在 你现在吧 记得别穿低领 啊 记得别穿低领衣服 我懂 可可呢 鬼畜 我觉得是蚊子吧 啊 对 因为我经常看到就是半夜的时候蚊子去晒衣服 就连成两三点的时候 然后拿着衣服去晒 那个不叫鬼畜 那个叫鬼 对 而且他还不开灯 然后走在漆黑的走廊里 啊 真的太吓人了 那我觉得他其实看到可爱的虫子 就要想把他们养下来 这件事情就很鬼畜 可爱的虫子 可爱的虫子 真的吗 上一次有一次我们在 就是上一个夏天 我们在晾衣服的那个走廊 在某人的衣服上 我们发现了一个绿色身体的透明的 就是 然后他的翅膀还会发光 就特别的神奇 那个虫 我也想养 蜻蜓 就 他 而且他 但是他之前不是很怕虫子吗 有次半夜他叫我去帮他打虫子 啊 他是个晶芬的人看来 他只喜欢鬼 就是喜欢可爱的虫子 就是一般的那种虫子就是 入不了他的眼 所以这件事情还蛮鬼畜的 我觉得 其实我不太懂 他说的可爱的虫子是哪种可爱 就是我刚刚形容的那个就 比较可爱 那个很可爱吗 比较高级一点的 就像地上那种什么 长不算很低级的虫子 哈哈 他心目中对于可爱的虫子 有种特殊的定义估计 然后 可能是吧 我觉得鬼畜就是 有一次 我看李晶的抱抱 然后 然后 大米他表情很丰富 情感很丰富嘛 有一次 然后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次就是 我看他 有个动作这样走走走走走 他走到那个边边 要转回来 啊 我也看到了 就觉得特别鬼畜 看那个视频 特别好玩 没有 说到跳舞时的鬼畜 我记得就是在我 在家里面看直播的时候 看到王叔叔在上公演 然后就从这边 我忘了是哪首歌 就是 就是大概是在走动分词的时候 然后当时好尴尬 真的 就那个就摄像机 就对着拍 我觉得肯定 就摄像哥哥也蛮苦的 还有王叔叔的猛马 对 因为就是我们 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 复课的时候 就我们看的练习视频 是有这样的动作的 然后他在我们那个 他在我们排练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过去 就特别帅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耶 就他就特别好笑 霍小菲呢 霍小菲觉得 雪睡最鬼畜 因为你像鬼 好冷 不是啊 你怎么最近越来越刻薄了 没有 我刻薄吗 真的 不是 霍小菲从北京 从北 去了北京 就不知道为什么打开了开关 就特别刻薄 天天 我在那边看到了冯思佳 我就不行了 你讲话注意一点 那刘胜南呢 刘胜南 刘胜南 刘胜南谁啊 刘胜南推单三的 啊 啊 你不知道吗 之前有收到过后辈的私信就是 那我不喜欢他了 刘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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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那些后备不得了 后来他和你在一起 不是他他当时跟我说 匆匆前辈我是推你的 然后结果呢 就这么奇妙 他就悄悄的去了新门的房间 找新门去 这个人太可怕了 现在这些后备不得了 很有意思 不得了 对 为什么说到鬼畜的事情 就说到北京去了 为什么呢 我刚才想说就是杨蜜每天晚上敲我的门 每天晚上带着吃的那些敲我的门 我天哪很吓人 因为李早不在啊 那也不能在我门里吃 每天12点杨蜜去敲我的门 很吓人 对你不敲门你直接开门进来 有时候我都 还没有准备好你进来 还没准备好 还没准备好是很吓人 吃天草也没有准备好你进来 然后我就带你们两个都没准备好 样子大饱也服 很吓人 你这只鬼 不得了哦 是很不得了 见过这么黑的鬼啊 气死我了 鬼不是白的吗 哎呦我想下去了你想吗 我啊我还不想 要不你们我们下水 你们两个在这里打一架 我要说第二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也有一个生日祝福 我也有个生日祝福 嗯 就是先是给爱迪维 Leo Wang的同学生日快乐 谢谢 然后再是给小透明公鸡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我也有两个生日祝福 一个是送给爱迪维九条某的你生日快乐 有来吗 哦生日快乐 还有大飞达克生日快乐 好我也有个生日祝福给莫逆希勒 祝你生日快乐 这个对普通话考验很强 说完了吗 说完了 我好像又有一个生日祝福 骗你的 啊那我说了 祝一一二零铁铁翅 生日快乐 谢谢你 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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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组的小伙伴吧